環球大戰線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今天網路獨播版本時間 我們邀請到的是蔡振元委員 思敏好 我們各位網路上的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委員來 我們要來持續的談談 我們每天都在聊的國際議題 最近比較哈燒的 除了我們關心了非常多的奧運賽事之外 當然了 在中東地區相當的不穩定 也造就現在全球股市 有一波比較大的一個修正 委員最近也在我們的節目上面 講了很多的股市 那許多的網友留言 也非常非常的踴躍 今天我們要來講講 就是影響到這個國際股市 還有經濟的層面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地點 就是在中東的局勢 現在持續的還是相當相當的不穩定 今天觀眾朋友任何的意見 也歡迎留言來跟我們做討論 我們知道這個以色列 跟伊朗之間的關係 持續的在惡化 大家一直在說 伊朗會發動一些報復性的攻擊 不過最新呢 美國都說他不知道 這個以色列這邊有去打 伊朗的最高領袖 現在派出的是他的航空母艦 羅斯福號上面十幾架的 FA-18戰機 還有一架是112D的鷹眼偵察機 現在都已經在這個前往 飛往中東一處的軍事基地 在這邊做好萬族的準備了 等一下也請委員來幫我們看看說 接下來哈馬斯可能會如何展開報復行動 等一下我們一起來做評估 另外呢其實來看到其他國家態度上面的反應 因為日本在9號要舉行的這場長期的紀念儀式 上面是沒有邀請俄羅斯白俄羅斯跟以色列的 結果因為這樣 許多歐美國家竟然也跟著表態 他們也不出席 另外還有日本以外的G7 還有歐洲的歐盟駐日大使也不計畫出席儀式 大家就在看說美英等六國歐盟大使都拒絕出席 就因為以色列沒有禍邀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難道你歐美國家 是有蝦挺以色列的這個意味在嗎 等一下也請委員一起來幫我們解讀 除了美國的態度 其他國家包括G7 到底為什麼今天也有這樣子的一個表態 委員我們先來看到說 您怎麼看這個華盛頓郵報的最新爆料 我們先從這個 這個所謂阿薩克洪水行動之後 以色列就有一個很完整的一個反擊計畫 這反擊計畫裡面包括要殺害這個哈馬斯 所有的領導人 包括所有的政治局委員 都已經列為被轟炸或者是被刺殺的對象 哈尼亞或者新瓦當然是在名單上面 但是這是很久就已經把名單 就已經提給這個美國 做到這個計畫 那就是公開的事情 但是不是這一次在伊朗殺那就沒有了 所以現在講的 美國講的一件事情跟以色列講的一件事情 是對不起來的 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事情 這個殺哈尼亞殺新哈不是秘密 大家都知道心知肚明 那只是在伊朗殺這件事情沒有跟美國講 所以美國講的是說 在伊朗那個 跟我無關喔 因為是安撫伊朗 他主要是安撫伊朗 但是美國並沒有說哈尼亞不能殺 或者是新瓦不能殺 因為即使在美國自己 哈尼亞跟新瓦被列為恐怖分子 是一樣的情形 那所以這個變成說 伊朗要怎麼報復 伊朗如果相信 這個美國沒有介入 這個殺害這個哈尼亞 在伊朗殺害哈尼亞 那伊朗面子就跟美國無關 現在伊朗要報復主要是 你在我土地上殺人 不是哈尼亞可不可以被殺 這兩碼之事 你整個侵害我的主權 太丟臉了啦 侵害我的主權 而且還收買我的人 那我這個連往那邊擺 所以伊朗的最高領袖 下令要強力報復 但是有講了一句話 要避免對平民造成傷害 可是這裡面空間很大 什麼叫空間很大 第一個 海戰不可能 空戰不可能 因為伊朗沒什麼了不起的飛機 然後陸戰更不可能 兩邊相隔太遠 只剩下兩種可能 第一種叫特務作戰 那伊朗要派什麼秘密部隊 去攻擊以色列駐外使館嗎 不知道 會不會攻擊美國駐外的 軍事祭典或外交祭典 不知道 敢嗎 這沒有敢不敢 要不要犧牲多大的問題 再來接下來生火箭軍 那火箭軍 伊朗上次用的飛彈 或者無人機 基本上乘擋次還不夠 會不會有更高檔次的出現 伊朗說他有極音速導彈 只講過大家沒看過 就一個武器迷 我也很希望看得到伊朗有沒有這個極音速導彈 那就是全世界第三個有極音速導彈的國家 那這個極音速導彈看美國能不能攔截 上一次伊朗的攻擊力道大部分都被攔截 這是一個事實 那攔截的不是大家只有想像到什麼鐵熊 天劍 天劍跟鐵熊都是以色列的防攻系統 但是有很大一部分是美國 以及北約的F-15或者F-18攔截下來的 因為他們有攔截的設備 不過還沒有那麼先進 最先進的在空中攔截導彈跟無人機的是F-35 所以這一次裡面 美國就把原來在中東的羅斯府航空母艦調走 把林肯號調來補 為什麼 因為羅斯府上面的航空母艦 都是比較老舊的F-18 沒有辦法像F-15或者F-35或者F-16 在空中攔截導彈跟無人機的效率那麼好 所以就把它調走 補來林肯號 林肯號上面有一半是比較新的F-18 有比較另外一半比較 幾乎是全新的F-35 所以這種兩款飛機 如果要在中東的空域上面攔截 伊朗的導彈跟無人機的話 效率就比較高 基本上是這樣考慮 另外的 這個美國還調來的什麼 調來的兩三套的愛國者防空飛彈 幹嘛 而且不是裝在以色列 可能會裝在敘利亞 或者裝在這個伊拉克 或者裝在約旦 主要是以約旦跟伊拉克為主 因為就是 你伊朗的導彈要打到以色列 或者打到黎巴仁 對不起 最起碼就是要 要飛越約旦 還是得飛越他們的上空 那現在另外一方面 就已經在 拉攏這個沙特阿拉伯 或者拉攏其他國家說 我空力我不准這個伊朗的導彈 拿到無人機經過 這也是合理的 為什麼主權國家裡面打仗 要經過我家上空 很危險 對 除非你是洲際導彈 因為回到外太公再回來 就跟這無關了 但是美國現在的純實揣測 只是做好準備 那我們可以看到 可能 從以前到現在 一個最精彩的對於 地面上不會造成太大傷亡的 這個所謂的導彈跟攔截導彈的一個比賽 可以供我們參考 因為美國也從 意大利調了一個F-16的所謂的 戰鬥機中隊 去攔截導彈 那如果這樣可以的話 看到我們未來台灣買的F-16有沒有辦法攔截 這個就是一個大家評估的標準 另外的 美國還從英國要調了一個F-15的戰鬥機中隊 那也要一起來攔截這個導彈 那可見美國想像中 伊朗的導彈數量會非常大 無人機數量非常大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 伊朗現在還在 部署還在準備 一般來講的話 要部署這種空中的這種攻擊啊 最起碼要兩個禮拜 為什麼 因為你要移到適當的位置 然後有些這個彈藥 補充等等 這個兩個禮拜是很正常的 除非是緊急反應 問題緊急反應 你打個幾顆後面的沒有了 也不是辦法 所以委員怎麼看接下來就最有可能的 方式就是導彈跟無人機 最有才有可能會造成傷害力 而且美國的情報單位 通常也都是蠻準確 他們應該也是有或知道什麼樣的消息 可能會有這樣子的一場戰爭吧 美國這次很漏氣 你覺得他是漏氣的情報單位 哈尼亞被殺他居然的事前不知道啊 他真的不知道 我認為布林肯至少不知道 就是他們的外交當內至少不知道 那 以色列會講也不會跑去跟國務院講 一定跟CIA講 CIA有沒有跟別人講不知道 顶多就跟CIA講嘛 因為 以色列做這個動作是他們的摩薩德 摩薩德就是以色列的CIA 注意到 美國的CIA不管美國國內的事喔 國內是FBI的事 還有密群級的事 那他只管國外 因為什麼 美國的CIA沒有司法權 就是沒有國內的司法權 然後以色列的摩薩德一樣只管海外的 所以這一次的 這個所謂的 阿克薩洪水行動 跟摩薩德沒有關係 是以色列的密情局 自己特務密情局安全局有關 所以是分開來處理的 那摩薩德接觸對象一定是CIA 不會跟別的單位接觸 這種是情報單位的習慣 所以情報單位也不一定有跟布林肯 當然不會絕對不會跟什麼外交國王單位講 只會跟情報單位講 一起到那裡 怎麼跟人講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其他國家的態度呢 剛剛委員我們看到這個長期 元報的紀念儀式本來要舉行的 結果說 因為沒有邀請以色列沒有白俄羅斯這些國家 G7的國家還有美國都說 我們也就不參加了這樣子 到底怎麼一回事 現在大家都在停美國嗎 不停以色列還有美國嗎 實在是不需要把這個事情搞得那麼 那麼複雜 你是這個長期要舉辦所謂的元報紀念 你就舉辦 那 慣例上會邀請很多的同盟國 以前二次大戰的對立的國家來 你邀請對立國家來才象徵什麼 才象徵和平 你不能只邀請德國 那以前都會邀請俄羅斯 但這一次因為 俄烏戰爭他不邀請俄羅斯 然後以前也都要請以色列 但這一次因為伊哈戰爭他不叫以色列 那其他北約國家就會說我力挺以色列 擺明了我就力挺以色列 這個就是哈馬斯很吃虧的地方 因為以色列不管怎麼打 他都有個副爸爸在後面撐了他 哈馬斯後面沒有副爸爸 差別在這裡啊 當然有人會反對說 什麼以色列是美國的 美國是以色列的副爸爸 不對 美國是以色列的副兒子啊這個我不爭論 我不爭論這個 這個倫理階級關係 有人剛才跟我吐槽啦 我就沒辦法辯解 那目前來講這些國家以色列不被邀請 他們也不參加就公開表示 日本人你可以制裁俄羅斯 但不可以制裁什麼 以色列 因為現在以色列還沒有被任何人制裁過 然後這種邀請本身被視為制裁的一部分 那我跟大家解釋 即使到現在 各國都有譴責以色列的行動 但是沒有人制裁以色列 中國也沒有 俄羅斯也沒有 美國也沒有 歐洲沒有任何國家制裁以色列 為什麼 以色列是美國的baby啊 不是美國的爸爸 我講錯了 我講錯了 所以都不敢 那列本為什麼要這一次做一個比較強烈的表態 那就問那個長崎市市長啊 對啊 他自己去解釋這個問題啊 那可能會在壓力底下改變決定會不會我們不知道 好這件事情我們還要再持續的做觀察 這個中中局是看起來戰爭是一觸即發了 最近我們也會持續的為觀眾朋友來收集各種的資料 有最新的戰事如果發生 我們的最新消息我們都會持續的為大家做更多的追蹤報導 今天晚上九點鐘我們有更多正片會來討論相關的國際大事的議題 那就晚上九點我們持續網路上見囉 晚上九點見 拜拜 拜拜 拜拜